民生消息 首先要为您报导 今天有台北市议员指出 美国研究已经证实 可口可乐配方当中的焦糖色素 可能有致癌风险 而在加州政府要求加注警语之后 业者立刻更改了配方 大量降低焦糖色素的含量 不过呢 台湾的可口可乐 却从来都没有公布 在国内贩售的可乐 焦糖色素有多少 消费者完全不知道 暴露在什么程度的风险当中 炎烟夏日来杯可乐 清凉又消暑 不过市议员发现 国际品牌可口可乐 其中的焦糖成分 简称4MI 喝多了恐怕有致癌的风险 这个焦糖色素呢 是会致癌的 而且呢 只要每天摄取超过30微克 致癌风险呢 就有十万分之一 台北市议员高嘉宇指出 美国公共利益科学中心 已经证实 4MI色素 在老鼠实验中 会增加罹患肺癌的风险 因此要求禁用 而加州政府去年十一月修法 要求4MI色素含量30微克以上的饮料 必须加注可能致癌的警语 因此可口可乐在各国已经修改配方 现在美国已经将每罐致癌色素 从132微克降到4微克 中国大陆是56微克 但台湾产品却没有提供任何数据 可口可乐到底在台湾的4MI的配方 含有多少微克 台湾人民完全不知道 曝露在食品的危险风险之中 制造的过程当中 它里面可能就有4MI产生 那现在就是这个4MI 是不是我们应该要定这个标准 对此太古可口可乐台湾分公司 仅以书面声明强调 产品中的4MI 不会对人体带来健康与安全上的风险 目前也正积极改良 使用新的焦糖色素 而卫生署食品药物管理局则表示 近期会邀请薛哲专家 开会讨论4MI色素的含量标准 记者赖淑敏吴家宝台湾报道